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报道 拜登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 记者 金谷 波甲 夏秋年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 6月20日 在一个公开场合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 并称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的间谍气球偏离航线进入美国上空时 习近平感到相当难堪 拜登总统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 此次访华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 习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兴 是因为当我下令击落那个装有两大箱间谍设备的气球时 他不知道气球在那里 拜登补充道 这对独裁者来说是极度的难堪 当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实 气球原本不应该去那里 他被吹离了轨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星期三在回应拜登有关说法时表示 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 严重违反基本事实、外交礼仪和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今年2月 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 此事件以及随后多位美国和台湾官员的互访 加剧美中的紧张局势 布林肯和习近平在周一的会晤中 同意在华盛顿和北京激烈竞争时稳定双边关系 以免演变成冲突 虽然布林肯此次访华未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但双方同意继续外交接触 美国官员将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对中国进行更多访问 拜登周二晚些时候表示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可能很快就会前往中国 拜登周一表示 他认为美中关系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并表明布林肯此行取得了进展 上周他说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能再次会晤习近平 讨论双方的分歧以及在某些领域上的合作 拜登在周二的筹款活动中表示 习近平对所谓的四方战略安全组织 感到担忧 也就是印太地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成员国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和美国 拜登表示 他此前曾告诉习近平 美国并没有试图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来包围中国 拜登说 他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会使他陷入困境 我回应说 我们只是试图确保有关空运和海运航道畅通的国际法得到维护 我们不会对此做出让步 拜登还表示 中国存在真正的经济困难 中国经济在五月份显示跌跌撞撞 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幅度双双低于预期 这增加人们对北京需采取更多措施的预期 以支撑后新冠疫情时代疲软的经济复苏 本周晚些时候 拜登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预计 中国将成为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一个话题 全文完 全文完 感谢观看